要胜到极乐世界去 为什么呢 得与柔是 诸上善人最为主 这个善在佛法里面 有不同的层次 你把五戒词好了 我们在世间里 布施那些穷人 人家叫你善人 在佛法里面 食善也叫善人 阿罗汉也叫善人 但是这些多布施 真正的善人 从佛法讲 真正的善人是什么 要切入自道 成佛了以后 你才是真正的善人 所以这个地方讲善善 都是指的那些等觉菩萨 就是我们往生细放 可以常常 倾尽那些等觉菩萨 能复往生 阿罗汉大师在腰节里面这样讲 一定要有强力的信愿性 信愿性啊 就是你的 你能复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说取决于我念佛剁手 而是取决于我的信愿 师父见故 如果说没有信愿 这个信愿啊 没有 众将名号辞职 凤翠不若 鱼打不识 如铜墙铁壁 这个也没有用 也无 一五得身之礼 这什么意思啊 你没有信愿性啊 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信 你就是把这句佛号 实验的 就像那个铜墙铁壁一样 风吹不若 鱼打不识 但也不可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说 一定要有信愿性 信愿性就是菩提心 在无量寿经里面 也告诉我们 这个地方讲 大本 阿弥陀经 我们知道啊 无量寿经 阿弥陀佛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 无量寿 无量寿 那个无量寿经 也可以叫阿弥陀经 也可以叫无量寿经 为什么它叫无量寿经啊 这个是正对我们 硕破世界众生而已 因为对于我们来讲 寿命最重要 如果说我们没有寿命 其他所有的财富 所有的名望 多 没有了 所以说 寿命对于我们 娑婆世界的众生来讲 是唯第一 所以说 这部经 就是正对于 娑婆世界的众生来讲 叫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就是阿弥陀经 这个地方讲 大本阿弥陀经啊 其实就是讲的是 无量寿经 那无量寿经里面也讲啊 以发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就是愿 就是愿啊 与小本 无量寿经啊 就是阿弥陀经 是一样的道理 好 我们再看经文 舍利佛不可以少 善根佛的因缘得生比过 那这句话 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讲心愿行 这个地方又讲到的 不可以少善根佛的因缘得生比过 也就是说告诉我们 要往生西方节乐世界 要多善根 多佛德 多因缘 才可以往生西方节乐世界 那 善根是什么 善根就是我们的菩提 菩提是什么 在经土法门里面讲 什么是菩提 菩提就是正心寄愿 你真正有往生极乐的心 这个就是善根 善根深刻 就是能否取决于你往生 就是靠你的善根是否深刻 你什么时候都想到极乐 这个就是善根深刻 那这个地方讲佛德 我们前面讲佛德与佛报 是一致之差 但是二者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 那什么叫佛报 什么叫佛德 比如说我们讲布施 布施 在佛教里面讲布施 什么叫布施啊 佛教里面讲布施 要三轮体控的布施 这个才是真正的布施 那三轮体控是一个转益朔语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向道场 或者向一个慈善剂歌 捐一笔钱 那捐一笔钱 首先你不要执着于 私我所捐 我向道场捐了一大笔钱 所以说我要到道场 一定要做VIP 做贵宾 是不是在我们中国大陆的道场 那些大功德主啊 就是向道场里面 做了很大的功德 然后升起 更高我慢性 执着于我 执着于我 那这个是错误的 执着于我所捐的对方 会对对方产生一种下力想 我瞧不起他 这人有什么了不起 我当初还傍触过他的 起下力想 同时执着于自己所捐的东西 但是从《金刚经》里面讲 卷的对象 卷的这个人 所捐的物 多是因缘所生法 空不可得 如果说你不执着 那这个就是佛德 这个世间讲 叫什么 无事的奉献 舍得 不为德而守 是真舍 也是真德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所讲的佛德 这个地方有一个公安 就讲当初 那个达摩祖师 从印度到中国来 梁武帝 是一个非常 复制佛法的大善知识 他就听说 达摩祖师是一名 非常有名的高僧 就把他请过来 听他开始 然后他就很 很洋洋得意地 跟达摩祖师讲 说 大师啊 我这一笔子 复制了很多道场 供养了很多 出戒尔 印了很多金属 你说我有什么 有什么功德吗 那达摩祖师说 没有功德 那为什么讲 他没有功德呢 因为我们知道 功德里面 有佛德跟佛报 佛德是无漏法 佛报是有违法 金刚经里面怎么讲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如意如地 映作如是观 有违法 它会漏掉 叫有漏法 那如果说 我们是发了 往生西方的心 不住相而行故事 那这种功德 就是佛德 所以说 往生西方啊 他完全是佛德 是佛德 因缘 处处要纪约嘛 要跟所有的人 要纪约 是说 往生西方啊 善跟佛德 因缘 具足 你才可以往生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很多人 在考虑 特别在我们 我们中国大陆 很多人 看到错见 就拜托 修静主 师父啊 我将来往生 靠你了 将来以后 你要帮我 送往生啊 那么大家知道 有没有人 给你送往生 你能不能到 道场去送往生 这个不是说 外在的力量 给予你 而是你自己 有没有这样一个 三根佛的应援 知道吧 有没有这样一个 佛德 应援 去感造到 这样一个 殊胜的应援 就是有了 这样一个佛德 说有人 给你去送往生 您自己到时候 能不能有信心啊 就是有没有 这个善根 你能不能相信 虽然你在道场里面 在道场里面 大家给你很祝念 但是你自己 有没有信心呢 你想不想去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说 我们学佛的人 我们有智慧的人 现在就要 系辅 匹复 珍惜自己的佛报 同时呢 要来 平养自己的佛报 然后呢 听听念佛 亦佛 增强自己的善根 善根啊 要让自己的愿力加强 处处跟所有的众生 多集缘啊 缘分既多了 将来你往生 去给你中灵的人 也特别多 是不是这样的 你要一听 这个人怎么会往生啊 这个人太好了 我一定要去送送他 他曾经还跟我集了缘 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你要去发心 佛伍别人 你现在佛伍别人 将来也有人 佛伍你啊 所以现在听说 哪里有人要祝念啊 你马上去成就人家这个姻缘 种一下这个因 必得这个果啊 所以说将来 你往生的时候 很多人都来 帮你祝念啊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 要往生西方极的世界啊 要与三根佛的因缘 多三根 多佛的 多因缘 才能往生 西方极的世界 那我们再看 实力佛若有 三男子三羽人 文书 阿弥陀佛 指此名号 若一日 乃至七日 一心过论 那这个地方就讲到 三男子的标准 我们看 韦大师怎么讲 这个三男子三羽人 不但是包括 佛门里面的人 哪怕只要 世界上所有的人 乃至六道众生 四生就是胎暖色化身 只要能够闻到佛名 他能够堕胜的 这个三根佛的具足了 他就可以称呼 三男子三羽人 所以说讲 《阿弥陀经》 刚开始的称呼 最好是称呼 三男子三羽人 因为我们大众 都对净土法人有信心 大家都是三男子三羽人 所以这个地方 讲三男子三羽人 就是包括 所有对净土 生起信息 能够 发愿往生西方的 多是三男子三羽人的范畴 那天说 这样一个名号 能够去发愿咫尺 在七日当中 就可以得到疑心不乱 所以我们现在打佛气 佛气 就是从《阿弥陀经》 这个地方来的 一日之七日 讲七日 就可以正若 疑心不乱 所以说这个地方 讲疑心不乱 我们知道 疑心不乱 有三种 福或是一心 是一心 跟离一心 那我们 至少要念到 福或是一心 什么叫福或是一心 要让自己 把这个佛号 念得 凤翠不弱 鱼打不尽 念到 能够让烦恼 不起先行 让自己的贪正次 贪正次的心 这个烦恼 能够降服住 用这句佛号 把它压住 虽然烦恼 没有铲除 但是 至少要能够 把它压住 这个时候我们就 正若到 念佛善悲的功夫 所以我们讲 这个法门啊 简单 而且快挤 而且不需要观想 参究 我们在世界 在世界都可以修学 我们工作能不能修学呢 也可以 记得以前有这样一个典故 一个和尚 人长得像个冻瓜一样的 这个叫冻瓜和尚 不过他经常也错去 在寺院里面是搞采购的 搞采购的 看上去一个人 不像一个修行人 他整天在外面搞采购 忙来忙去的 到最后他有一天 向大和尚告假 说我要往胜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很怀疑 这个和尚整天在外面 忙来忙去 从来也没有看他念过佛 怎么他能够往胜呢 那冻瓜和尚走的时候 就给大家留了一首截指 留了一首什么截指呢 终日穿戒法 念佛信众 别人全部指 别友谊听堂 整天在穿戒法 但他念佛信众在忙 信众在忙 别人是从表象看不出来的 他自己立心里面 别友谊听堂 所以说我们修学这个法门 阴光大师告诉我们 清净的地方错识念 不清净的地方默念 你上资所也可以念 睡觉也可以念 工作也可以念 念来念去 让你的心是阿弥陀佛 那更好地去佛物众生 因为你的心都是阿弥陀佛的 你的身可当然就是阿弥陀佛了 这样念佛义佛 将来以后 必定到西方极人世界 来自于在灵命众事 必定经阿弥陀佛 所以说你要把这个佛号 时时刻刻牢记在心 这样的才是修学这个法门的最佳方式 那我们这些同修 我看我们大家都很精进 白天啊 我刚刚跟宽治法师也在讲 我说这个下午白天念佛 念了这么长时间 这个晚上还有 还要坐下来听经文法 确实道心很精进 而且我们到很多道场去参观了一下 我说我们念佛道场的 这种人的气质 就是一样的都是这个样子 而且都很静静 所以说非常随习大众啊 能够有这样一个勇满静静的心 能够发心来打这个佛气啊 以后我们到场有佛气 一定要来打 我们要客气取证 在气日当中要正若一性不能 那这个时候你往生西方就有把握了 往生西方有把握来去自由啊 到了最后就不会很痛苦 所以我们上一次讲 死苦 如果到了最后我们能够自在往生 这个就是我们修行成功啊 这个是大佛报啊 所以说一个人有善终 这个是大佛报啊 所以说希望大众呢 就是为了将来往生 为了勇错轮回啊 我们一定要支持这句名号 像我们这个道场是专门念佛 我这里已经参加参观好几个道场 就是我们敬重学会 我看上去是专门念佛 而且这个环境啊 又不是在旅游场所 很庆经 很庆经 在这个地方修行不受干扰 所以说大众呢 空下来只要你有时间 把生死性要放在地位 知道吧 没有任何事情超越它 你在这个道场 安心修道 非佛不说 您这样呢 你必定能够得到一心不能 临重呢 必定能够自在往生 好 我们再看临重的时候 其人灵命重死 阿弥陀佛欲助圣众 现在其情 私人重死 信不颠倒 记得往生 阿弥陀佛 极乐国度 我们现在很多人啊 都不知道临重的时候 因为 似乎是看多了啊 临重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景象 很多人 你不要看我们现在 好像坐在这个地方 能够知主自己 能够主宰自己 我今天想来听经就来听经 我想不来就不来 但是到了临命重死的时候 那个时候由不得理了 那在临命重死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一臂志啊 我们大家要知道 你在临命重死往生 往往的是随身自己的邪气 随身自己的念头 随身自己的业力往生 邪气中 平时的邪气中 这个邪气啊 就可以让你堕落相应的 这一道 你的业力中 你的善业中 道善道 恶业多 道恶道 还有一个是随身我们的念头 你在临命重死 你能保持清醒的 念佛的念头 那就蒙阿弥陀佛继疑 所以说在临命重死 这个关头是最关键 也是人生当中最关键的时候 生死关头 我们一臂志做的善恶境界 都挫兴在我们命起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我们的念力建物的话 那愿情在主 没有办法我们 佛与圣众啊 会陷在我们的命起 我们会随行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级的世界啊 所以往生的时候啊 我们头顶 这个印证的标准啊 就是我们的霸食 在净土法门里面讲 信誓是从底门而出 从底门而出 所以这个临终的印证 在这个应望大师 临终善大药里面也讲到了 在一部论理里面也讲到了 往生 从底门出 从眼睛呢 神是从眼睛出 圣听道 从性 是道人道 腹部出去 是恶鬼道 从膝盖 到这个出生道 从脚底的是道 地狱道 所以我们在这个 大陆一些道场啊 这个最后往生的时候 他们要去 往生好了 过了一日一夜 这个还去试探一下 看他到哪里去了 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 最后往生的这个果 是取决于我们现在的发性 现在的发性啊 你将来也会想到哪里 你想到西方节的世界 自己现在的这个运行要强化 念佛的功夫 念佛的功夫要加深 你跟阿弥陀佛云要加深 你才能蒙阿弥陀佛的记忆 所以说我们每天要念佛义佛 好我们再看经典里面 实力佛我尽是力 故说此凝 若有众生 闻之说者 应当发愿 身体过度 我们知道在这部经题里面 劝心讲了一次 但是劝愿 讲了三次 可以兼得愿的重要性 那释迦牟尼佛看到什么样的利益了 这个地方释迦佛了 他其实没有我 跟我们仿佛我不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地方 我是一个真我 也随随众生的应援 私心的假我 说我看到这些利益啊 所以说讲这些 这些语言啊 这些文字啊 告诉大家听啊 你们既然学佛 他就要听佛的话啊 因为佛在《金刚经》里面讲是 真语者 实语者 不狂语者 不义语者 佛不打一点妄语 他看到了这些利益 看到什么利益呢 看到的利益就是什么 利益佛可以横朝善界 待悠往生 对吧 往生可以原人散不退 对吧 持这个名号很简单 不假参禅 秀贯之放病 自得心开 气气当中就可以得到一心不忍 包括底下 你称你这个名号 称一名就等于称十方祝福的名字 而且得到六方祝福的赋念 没有什么障碍 这个是释迦佛建造的利益 所以说他看到这些利益了 就圈导众生 要发愿 要往生净土 你看我们释迦佛 大肆大悲 圈导我们这些众生 要发愿往生净土 但这个法文说实话 确实 有很多人不相信 不相信 这个是很悲哀的事情 我自己已经去参访了几个道场 跟一些法师去交流 他们学习通土教练 他就觉得这个法门 他不相信 他认为极乐世界是化土 后来我就跟他交流 我听来听去 他对这部经典 乃至于对净土法门的教义 他都没有渗弱 他是学习众论 大制度论 十二门 但是你有没有对这个净土 去渗弱呢 没有渗弱 你怎么能随便去讲呢 就是这个法门是男性之法 不要说我们这些普通的人 就是那个李通玄长者 注释华阴经 有清良大师跟李通玄长者 李通玄长者注释华阴经的时候 他敢照天人给他来送供 送供养 但是他也对这个法门难行 认为是化土 他说我们只要渗弱学习 这部经典 乃至于无量寿经 乃至于学习 应望大师跟偶一大师 喜悦大师 这些大师多圈导我们要念佛往生 而且释迦佛圈导 释放祝福 来苦可婆心 圈导我们往生 你看 释迦佛必信 在这个弥陀经里面讲了三次 要发愿 往生 对吧 我们作为佛弟子 我们能不信吗 所以我们再看底下 释迦佛不但是他自己一个人来圈导 他把六方祝福都圈导出来 你看 释迦佛如我今者 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 就像我这样去赞叹 不止我一君佛 十方祝福 这个地方讲六方佛 什么东方世界 南方世界 等等祝福 我们知道 这个地方讲了很多佛菩萨的名号 什么欧琢比佛 虚弥相佛 大虚弥佛 这个地方真的很关键 我们知道 佛菩萨 佛有无量德 这个底下有一段文字 大家仔细看一下 佛有无量德 应有无量名 佛菩萨 他的这个名字 是从哪里去尽力的 从他的德性去尽力的 所以这个起名字很关键的 起的名字一定要是 是什么名字呢 真能量的名字 你看这些佛菩萨 他起名 是从他的德性 去起这个名号的 那佛有无量的德 他就有应该有无量的名 所以阿弥陀佛 他有无量的德 来自于祝福 所以他的名号也应该有无量的名号 那这个地方我们也知道 这些佛号都是随机而立 就针对众生的根基 来尽力他的名号 比如说我们讲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 我们每天在念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 就是向释迦牟尼佛要学习 那学习什么东西呢 拿摩本师释迦 释迦就是能人 能个仁慈 佛陀就知道 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缺少慈弊性 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处处为自己考虑 所以我们要向佛学习 他就要创立一个名号 这个名号就是希望 来治疗我们的毛病 能人就是希望我们要仁慈 我们要仁慈 对待所谓的众生 要仁慈 要慈悲 摩尼 知道我们现在很浮躁 希望我们能够沉定下来 所以释迦牟尼 这个名号就是来对峙 我们这些众生的根基 对峙我们的毛病的 所以任何一群佛 到娑婆世界来成佛 那都必须叫释迦牟尼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一个时期的众生 要治疗我们的毛病 就需要释迦牟尼来治疗 那所有的名号的禁令 它都是从佛的这种德行禁令的 那禁令的方式 从哪里禁令的 取因 取果 取信 取相 取行 取愿 比如说 无量 尽尽佛 那就是讲这卷佛啊 它就是从印来尽力这个名号的 这个印 从印 就是这个卷佛在印地修行的时候 它学习无量的法门 无比的静静 所以说从印来尽力它的名号 那有些佛号是从果 比如说我们讲 欧琐 必复 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 不懂佛 不懂佛呢 那就是从果 如果说我们切若佛心的话 我们的心就不会随着外境去转 那佛的果地是柔辱不动 所以它从果来尽力它的名号 或信或相 信是从它的心得 比如说我们讲清经佛这个名号 清经佛的名号 就是讲了佛的 佛心是清静的 对吧 从心 相须迷光佛 须迷香佛 这个就是讲佛的报声 如须迷善一样的高大将 从它的相来尽力名号 或者从行 行啊 从它的行 比如说降佛中魔王佛 这种佛 它的名号就是从它的行 降佛中魔王佛 来经历的 从它的愿 比如说永世佛 就是从它的愿来经历它的名号的 所以说所有的佛菩萨的名号 就是从这六个方面来经历它的名号 从它的德行去经历的 这些名号 都是反映的是真能量 都是从德行去经历的 但是我们大家要知道 我们在家的弟子以后起名字 这个很关键的 特别是起网名 我们现在有很多用卫星啊 用QQ啊 那个起名字 我看我那个卫星里面有好多人起的名字 负能量 不是真能量的名字 什么 多野龙啊 卡腿狼啊 很多人都是这种名号 你念它的名字的时候 就反映了它的立心 它的立心很阴暗 知道吧 然后呢 我们在念它的名字的时候 也启发了我们立心的阴暗的一面 知道吧 所以起名字啊 一定要起真能量的名字 你不是叫本源 真能去源 这个名字就很好 知道吧 所以起名字特别的关键啊 一定要起真能量的名字 你看我们这些佛菩萨的名号 哪一个名字啊 不是真能量啊 都是从它的德行 去讲 比如说我们这个时间不允许 我们就讲帝君佛 不动佛 首先请不动佛来赞叹 我们知道不动佛 就是乌琢碧佛了 犯成中文的意思 不动佛 就是面临任何的境界 学佛首先要不动 不要为外面的迅经 力经所主宰 我们在夺诵文书的时候 我们读书文书的时候 首先要另一首吉子 叫起手听众听 豪光照大清 霸风吹不动 断坐直进 我们知道这首吉子是谁写的 苏东坡写的 也大家都知道 苏东坡是一名学佛 有一定新德的巨师 在家大巨师 他与一名错家人叫 佛英禅师 是好朋友的 叫金南自教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经常谈谈万道 佛英禅师就住在金山寺 以前的金山寺是在长江的当中 那苏东坡呢 住在江南 有一定这个 苏东坡就在家里面心血来潮 就写了一首吉子 就是我刚刚念的 就是起手听众听 豪光照大清 霸风吹不动 断坐直进 这是反映了他的一种境界 就他的心不动了 不会随着外面的境界 什么霸风 就是霸风 这种境界去转了 心不随境 他写好了以后 就请他的苏童 把他送给佛英禅师 给验证一下 那过来将送给佛英禅师 佛英禅师一看啊 就在后面做了一个屁事 写了两个字 放屁 那人后呢 趁苏童叫他带回去 那苏东坡坐在家里面 就战战之喜 觉得自己写的这首吉子 肯定会得到佛英禅师的表扬 结果打开了一看 放屁两个字 把他气得就去找佛英禅师 那过了将看到佛英禅师在那个地方 气负负的责问佛英禅师 佛英禅师就跟他说了 还霸凤吹不动呢 一个屁就打破将了 所以说这个 这个 截止了 这首截止了 是反映一个修行人的功夫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修行人 你不要受外境的影响 别人称赞你 称赞你 当命称赞你 辱辱不动 别人当命嘲讽你 讥讽你 辱辱不动 别人在背后毁谤你 毁谤你 因为我们知道 你的佛报越大 毁谤你的人就越多 我们有一位人 就来跟我讲 他受到别人的毁谤 我说你何必在于这些事情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气气 你不要把敬意放在那个地方 我说我讲一个典故给你听一下 我说两个人在一起吵架了 两个人在一起吵架 为了什么事情 很小的事情 一个人说的 散疤二十四 对吧 另外一个人说的 不对 散疤二十一 为了这样一个事情 吵来吵去 一直吵到晚上 不奉胜负 两人就去进冠了 请信官来判决 信官就问他 你们吵什么事情啊 一个人说的 他说散疤二十一 我说散疤二十四 您说谁说的对 信官一听火了 金唐木一派 说把那个散疤二十四的人拖出去打一顿 这个人一听 不高兴了 说明明是他错 散疤二十一 怎么打我呢 说你能够跟一个散疤二十一的人吵一听 我不打你打谁 所以说呢 我们面对别人的诽谤的时候 不要去执着 要放下 包括底下 欲远 趁别人闭后表扬你 你也不要去得意 包括你得到了利益 如如不动 你的损失的意义 也能够如如不动 造成种种的苦 种种的快乐 多能如如不动 所以说学佛的人啊 一定要让自己的心不要随着境界去转 所以这个地方讲 讲不动佛 立在其名啊 就是告诉我们 学佛的人要按住当下 心不要随进转 时时刻刻按住自己的心 那我们实践的关系不能多讲 其他的佛号我们就不讲 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讲到了 这些诸佛戳广长舌相 戳广长舌 并负善性大性世界 朔诚实义 来赞叹 赞叹 那我们知道 在佛经里面讲到了 常人善事不妄女 舌能自别 我们大家把自己的舌头 伸出来 能不能碰到自己的鼻径 试试看 如果说碰不到 就证明经常打妄语 那我们知道 藏教的果头佛 就是 罗汉果位的佛 果头佛是听台中的一个 传语朔语 善大恶真其极不妄语 舌能够把命部覆盖起来 那 这个地方有一个典故了 我们知道佛陀在世的时候 有一次到一个外道很深行的国度去度化众生 那个外道很深行的地方 外道知道佛陀要来度众生 就跟国王讲 说佛来了以后不要去供养 也不要去礼拜 叫所有的人把门给关起来 我们知道在古印度的时候 是婆罗门是第一 国王要听他的 国王就照着去做了 那佛陀来到这个世界 一看到整个国家都没有一个人 好不容易在一个巷子里面 看到一个女众在逃迷 在逃迷 那这个佛陀就来到这个女众命请 这个女众也很有善根 看到佛陀就想供养 但是国王有命令 不允许供养佛陀 他立心很矛盾 那佛陀就跟他讲 说你把你的逃迷水供养我 你将来以后就可以得到 辟治佛的果报 佛就给他做设计了 那这个女众就很敬奇 说我供养你的逃迷水 就可以得到辟治佛的果报 真好这个时候了 有一个外道经过了 他听到这句话 他就说佛陀您在打妄语 他供养你逃迷水 怎么可能就得到 辟治佛的果报了 那佛陀就把舌头伸出来了 把这个命部全部遮挡住了 说你看我善事不打妄语吧 那个外道就讲了 你舌可以复命 证明你不打妄语 但是你今天讲的这句话 决定在打妄语 人家供养你这个逃迷水 就可以争得辟治佛的果报 佛陀就跟他讲 你说这个大叔 他的种子有多大了 是不是只有戒指那么大小 那个外道 就并他并佛陀这样一说 就佛气了 就是我们只要发一顶顶信 一顶顶敬信 这一粒信 这一粒菩提信 就并不法界 疏穷善气 横比释放 就是说只要发一顶信 就可以成就佛国 那这个地方 佛陀 证明 这样一个 净土庙门 他为了证实 他的证实 所以说 并佛善气 大行事戒 为了证明 一顶顶小事情 舍口复命 证明这样一桩 大事情 逆了众生的事情 所以说他要 并佛善气 大行事戒 所以经文 我们再看 如等众生 荡幸事称赞 不可事宜 公得 一切诸佛 所获宁静 那这个是经典 以其的提摩 称赞不可事宜 公得 一切诸佛 所获宁静 那我们前面讲过了 基睦罗斯大师知道 我们这个地方人 喜欢简略 越简单越好 就自己叫阿弥陀佛了 这个名字太长了 记不住 所以说把这个名字 改过来了 就自己叫阿弥陀佛 而且 直接叫阿弥陀佛 这个名字非常符合 我们的慈弥妙形 好 我们再看底下 这个我就审静不讲 说 说摄理佛 欲如亦愿可 何过名为一切诸佛所获宁静 你看这个地方 反映佛陀的大悲信 他慈弥陀佛 他慈弥陀佛对待一切众生 希望众生 要收持 所以说 他底下讲到了 你们要相信我所说的话了 相信 诸佛所说的话 这个地方讲 一切诸佛 都在 复制 这个法门 一切诸佛 都在 复制 修学 这个法门 所谓的众生 复制 我们的念头 底下也讲到了 舍利佛 若有人以法愿 进法愿 当法愿 遇生 阿弥陀佛国者 施主人等 借的不提中 阿弥陀佛 三喵三菩提 欲比国土 若隐生 若坚持 若荡胜 若守舍利佛 诸三男子 若有心者 应当法愿 身比国度 那这一段呢 也是在圈导大众法愿 就是我们在梅陀经里面 翻翻覆覆圈导我们法愿嘛 所以说 能复往生 就是看我们的大阅历 那我们再看 舍利佛 如我经者 称赞诸佛 不可思议功德 毕祝福德 一称赞 我不可思议功德 而作适应 舍利佛 能为生男兮 有知识 能于说谱国土 五足恶事 杰左 坚左 烦恼 众生者 命组 得厄罗多罗善妙 山谱地 为主众生 塑死 一切世界 男性之法 舍利佛 我当之我欲五足恶事 行此难死 得厄罗多罗善妙 山谱地 为一切世界 说此男性之法 思为圣难 我们大家要知道 释迦佛 他是发的大愿意 他视线到我们这样一个五足恶事 视线到这个世界 来成佛 来霸相成道成佛 成佛之后 他说这样一个男性之法 就是说这样一个修学 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的法门 非常不容易 我们这个地方讲五足恶事 五足恶事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 和大众讲一下 简单地讲一下 那这个五足 拙就是跟青所讲 五足 浑浑的时代 五种浑浑 恶说明它很严重 那五足呢 杰拙 坚拙 烦恼 终生者命者 杰拙是时代 时代本无 清拙之分 那因为有底下 奸拙 烦恼 终生者跟命者 所以说 这个时期叫杰拙 那我们要明白 奸拙跟烦恼 决定终生者跟命者 所以说 奸拙跟烦恼是因 终生者跟命者是果 奸拙是认识 烦恼拙是想法 我们的认识不同 想法不同 就决定我们的长相不同 所以说 有很多人跑到道场来 说啊 这个道场怎么不清静啊 不是在娑婆世界 哪里去找清静啊 听式棺材盖 第一次棺材盖 走到哪里都在棺材盖 我们看这个道场 如果说这个道场 所有的人长相不一样的话 就证明这个道场 这些人 建筑跟烦恼所不一样 认识跟想法不一样 因为我们要知道 认识跟想法 决定我们的长相 众生就是众生相 为什么我们有 有难有女 有高有矮 有胖有瘦呢 有好看的 有难看的 为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的认识 跟想法 决定我们的长相 比如说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在我们中国大陆 上海人喜欢吃亭的 对不对 无些人 这个 湖南人喜欢吃辣的 那他们这个就是 认识不一样 对吧 有些人喜欢吃亭的 他觉得亭的好 有些人觉得 觉得辣的好 那就是 认识不一样 那有了这样一个认识 就决定他的想法 不一样 比如说 你上一碗 纳的菜 那个湖南人一看 很开心 心里面就很开心 很开心的时候 我们讲 相由信生 他的命相 是不是由他立心 所决定的 是不是的 他的命相就很欢喜 是不是很欢喜 那个上海人一看 他觉得纳的是很难吃的 他怎么上来一个辣的菜呢 他立心里面就很嗔恨心 是不是这样的 很嗔恨 他的命相就表现出来 阿修罗相 是不是 阿修罗相 所以说 命相是由认识跟想法 决定我们的众生相 知道吧 这样无量节的 认识跟想法不一样 就慢慢的 让我们的众生相不一样 让我们的命也不一样 命有长短 众生相 有六道众生 来自在佛道里面 还有贫贵之分 我们看西方极乐世界 其实我们要知道 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净移土 只是为了三桥放兵 基因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其实真正的西方极乐世界 的净移土 应该都是一样的 与佛是一样的 知道吧 因为佛的想法 跟认识 他完全一样 所以说他的长相 就是一样的 知道吧 这个是佛度 具有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这个是长相 是决定一样的 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 认识跟想法 决定我们的长相 我们再仔细地去想一想 在世间 很多人走在一起 本来说长得不一样的 慢慢地时间长了 人家就讲 这两个人漫游夫妻相 就他们想法跟认识 越来越走得近了 所以说他们的长相 慢慢地靠拥 就这样的一个意思 我们这个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再把底下这个讲究 佛说此经 以舍利佛 记住比丘 一切事件听 恶修罗等文佛所说 欢喜信受 作为阿趣 佛说完此经以后 那底下的当机中 影响中 包括所有的听众 包括一些非人 听龙 八部 恶修罗 行大部 恶修罗 加罗罗 井罗罗 摩河罗 且人比人等 通通回去了 文佛所说都很发喜 发喜以后 相佛顶礼 然后他回去了 好好的去修行 所以我们大家听完这幅经 回去 我们就要好好的修行 我们知道 怎样才是对佛的最好的供养 我们讲六种供具 画像 灯 土 果 月 这个叫供养 这个是四项的供养 但是我们要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供养 异教奉起 如理如法的修行 这个是对佛陀最好的供养 非常感恩大家 非常感恩我们李总吴 感恩我们宽治法师 成就了这一次来新加坡和大众计法园的纪约 我也非常的高兴 讲了有不到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谅解 时间很长错 那我们今天就到此圆满 我们来一起回向 大众和长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将眼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下基山土苦 若有经文者 细发菩提心 经子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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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